去拉高這個防疫等級 我個人不太贊成 年關之前再爆本土疫情 儘管人心惶惶 但台北市約6成9都打過兩劑疫苗 市長柯文哲認為 情況會比去年5月好很多 就算現在有破口 但是我們有大概70%已經打滿兩劑 也有一定的保護力 情況也沒有那麼悲哀 提升疫情緊接到第三劑 目前還沒可能 指揮官陳時中也認為不需要升級 但台北疫情主要都在防疫旅館 164家總體檢已完成78家 兩週內要檢驗完畢 因為北市防疫旅館群聚已經達3家 問他說你要不要退出了 雖然要大家別緊張 但出席活動拍照 請接牌 主持人不再要大家脫下口罩 我也不太贊成動不動就 我開始在搭高什麼超前部署 你沒有辦法保持近距離 一定要戴口罩 尤其拍照的時候 見解不同 但該做的都沒少做 新北市長侯友宜在宣布強化措施 10家4加7的同志家人 要做免費的篩檢 防疫計程車的司機 防疫旅館的第一線工作夥伴 12兩劑加強第三劑以外 更重要的要多多篩檢 雙北市長調整防疫模式 為疫情再起提早應戰 TVBS新聞程序 李平宜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